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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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夜不如所有的何事 才得到你的名字 Darling 你快来就像我 Darling Darling Say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 1月3日嘉年华季即将录制第三次公演 目前部分歌单已经曝光 还是那句话 网报信息可能与正片情况不完全一样 但出入不大 毕竟彩排情况是瞒不住的 女队方面 汪川韩红将独唱郑秀文的《梅飞色舞》 这个选举应该能无差别创飞所有看到这个爆料的网友 尽管对于这一爆料的真实性存疑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信度 毕竟韩红去嘉年华季完全就是玩的心态 不如当初在《我是歌手》的态度 即合作了韩红之后 王心灵或将再三公与另一位前辈黄岐山 合作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 可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 在这多菜的物质 大力 进入了音乐里 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有点脏舞 你看他想太慌了 他真的 真的啊 摸一下 你看 你看嘛 学习 学习 我这样慢慢我就说我要朝四川话五集 麦籍 我跟你讲嘛 我跟你讲嘛 不知道我是内地的 一二一 不会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不客气 今天做一遍给你看看 杭老师 知道心灵姐的那个舞蹈吗 爱妮那个舞蹈 让我看 一二三 一二三 你听话多顺一点 像我的小花可以演 一遍 一遍 两遍 十年轻月 爱妮 这首歌无疑是王心灵的绝对舒适区 但黄岐山将如何演绎 以及将怎样和王心灵合作是看点 黄妈敢于尝试的精神值得肯定 黄岐山还将与韩侯合作《赵雷的成都》 这首歌在爆红时期被观众听过太多遍了 节目组如何编曲是重点 尽管不少观众反感在银宗节目中看到歌手狂飙高音 但既然韩红和黄岐山都在嘉年华界 如果不合作一首长线条的高难度作品 似乎也是一种遗憾 2023年是王心灵出道20周年 从睽違五年的新专Bitebike 到诚意满满的Sugar High世界巡回演唱会 再到首档音宗生生不息嘉年华 2024年王心灵在1月1日零点登上了浙江卫视跨年舞台 为观众带来了新年第一份甜蜜 2024年的首歌舞台 王心灵用堪称完美的表现 宣告了新年旅程的开启 带来新专主打Bitebike 和经典热单彩虹的微笑 Bitebike是王心灵20周年全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曲 也是Sugar High世界巡回演唱会 每一站的开场曲 这首融合了tripe rap hair pop电子音乐的舞曲 在保留王心灵甜美风格的同时 又展现出了极强的力量感 跨年舞台上宛若美少女战士的王心灵 也完美演绎出了歌曲想要体现的粉红力量 熟悉的前奏响起酷姐一秒切换甜美 王心灵手持Sugar High应援灯 为观众带来彩虹的微笑 元气满满的呈现搭配王心灵独特的甜美银色 让屏幕内外的观众都进入到了王心灵打造的甜蜜世界 爱很EZEZ心情很EZEZ的歌词 在新年第一天听到更多了几份美好的西季 甜蜜天后身穿粉色漏肩毛衣搭配亮片短裙 双马尾造型宛若美少女战士 全开脉唱跳引得现场尖叫声不断 王心灵的甜蜜热潮也感染到了屏幕前的观众 网友纷纷表示Biteback好有气势 果然是适合大场面的歌 彩虹的微笑还是带听王心灵唱 2024年王心灵也将继续以甜蜜真诚之资 与歌迷观众见面 1月6日王心灵将在大连继续输歌嗨全堂旅程 声声不息嘉年华已于每周六十二点在视频平台上线 1月4日王心灵不消了